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列为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古街 许多的历史名人 像是沈宝珍 林泽许等人 都曾经住在这条充满着文化氛围的古街里头 为了保留历史的文物 也创造观光效益 从2006年开始 福州政府大手笔砸下了30个亿人民币 陆续修复了老街 如今600米不算长的距离里面 已经有着100多家的商店 陆续的进驻 拿起锅铲往旁边一刷 一股扑鼻的香味直接朝着镜头冲了过来 紧接着摇起一群米浆 在锅边抹上一圈 盖上锅盖 在台湾 我们叫它顶边错 但在福州 这叫顶边糊 顶边错 这道从福州红到台湾的传统小吃 店家就开在三方旗向这条古街里头 人气 买气 顿时 饭上一圈 人气旺的还不止这一间 往前走我们来到专卖福州百年小吃肉眼的店家 朝着一碗碗的肉眼往游客手里送 朝着一碗碗的肉眼往游客手里送 打着百年老字号的招牌 光是一天就能卖掉上千碗的肉眼 从前这撞似一尾燕子的肉眼叫做平安燕 现在这只燕子可真帮这条老街带来春天的消息 走到对面另一家老店门口游客也正等着鱼丸起步 刚起锅的鱼丸店家正忙着装到碗里头 门口还有一堆客人排队等候 根本无暇接受我们的访问 再来看看店里作物虚席 这道传统小吃也是许多游客造访福州指名要吃的美食 那到三方旗向这边来的可吃的可玩的地方很多 可以选我们附中会有地方特色的顶边湖 肉叶 鱼王 肉王等等 这边非常有顶型特色的地方特色的小吃 三方旗向 南后街都有 平常的话一天的外地的游客到三方旗向 应该都有在一万人左右 那如果时间假日的话每天更高达四五万人 身处在这美食氛围之下的三方旗向 最繁华的南后街是一条六百多米长的古街 不算长的距离 短短一年已经有一百多家商品进驻 围绕在这巷弄的不止当地小吃 许多台湾 日本美食甚至跨国企业都在这里注点 支撑这繁荣的背后是许多历史名人 加上文化慧脆的结晶 近于西晶末年的三方旗向占地四十公顷 拥有两百六十八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在这大大小小的巷弄内 前前后后孕育出超过一百五十位中国名人 晚清时期的钦差大臣 沈宝珍的故居就在这儿 他的第六代孙子还住着 保留了祖传老房子的原汁原味 自己办学校钱都投资了 就等于这个是等于 我们现在祖先留下一个团子 我们就 我们也都是机关里面有工作人员 也不可能说买团子啊什么东西的 赚工资的吧 转弯沈宝珍的老丈人 晚清时期扫荡鸦片的林哲徐也住在这儿 不只如此 荒花岗烈士林哲明 作家冰心等一百多位历史人物 都来自这块宝地 或许正因为文人气息 加上古色古香的氛围 更成为许多收藏家 保留艺术品的好角落 在灯光下 闪耀金黄色光芒的石头 成为田黄石 在大陆一直被称作 中国的软宝石 全球产地只有福州的寿山村 因为矿产枯竭 这种其实更显珍贵 最近五年大陆掀起了田黄热 让田黄石的价格算着六倍 因为田黄在清代的时候 就是一两天黄十两环节 就相当珍贵 到民国的时候 那是动乱时期 田黄也是相当珍贵 到了现在一两一克田黄 要十几万 因为田黄呢 它有分了有白田 黑田跟黄田 那主要是颜色的质地 温润 那您收集这么多的田黄石代 花了多少年 花了多少钱 大概四来年 我花了差不多三亿多 原本是名人故居的老巷弄 重生再造 摇身一变 成了结合艺术 美食和人文风格的观光老街区 迎来了人潮 也替正转型旅游城市的福州 活络 经济明白 至今晚 小伙伴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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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